今次Vweb.tv 帶大家來到元朗的田園犬舍 田園犬舍起源於一家愛犬的人士 在1995年的一個晚上 談談到如何找到一間好的寵物店而起 田園犬舍就是這樣 在香港經營了十幾年 好,就等田園犬舍的負責人Eric 介紹一下他們的寵物酒店 我們的規模其實現在暫時來說 有兩間寵物店 一間的寵物酒店 寵物店的做法就是 包括了美容、用品和一些小動物的售賣 我們寵物酒店會有房間 房間是全部冷氣的 每個房間都鋪了瓷磚 一定可以令到每一隻狗隻 在這裏很安心、很衛生地度過這個日子 而另外再說有一個天幕的公園 我們全天幕公園2000呎的平台 我們都是鋪了瓷磚 瓷磚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杜絕了一些室、滿的滋生 也不用擔心小動物 入到我們這個地方的環境 住了一段時間 死了,住了十幾天 原來回到家裏弄成身的室 這個絕對可以在我們的寵物酒店裡 會防備得到 我身後的五隻小狗 其實是一家人 有一個大哥哥 然後有四個很老的小狗 因為主人要去旅行 將牠們放在這裡住大約一個月 我們的職責就是 幫牠們 每天照顧牠們 要幫牠們清潔 然後其中一隻小狗要吃藥 我們每天都要餵牠一次藥 就算我放假 都要有同事幫牠們餵藥 如果今天天氣冷了 我們就幫牠們穿衣服 主人要求牠們有毛巾鋪在地上 讓牠們捲著來睡 我們就要做這樣的工作 就務求所有狗仔在這裡住 都安全、開心 我們的分店其實 我們會加了一些新的元素 一個室內的泳池 一個室內的水療池 另外再說 有一個空間給人和小動物 可以很自由地活動 做一些gathering 開派對 另外一個中空的花園 會有一個給小動物做個分禮 做個分店 跟牠們做個派對 聽完這個介紹 就知道田園犬食的員工 真是全心全意 二十四小時的當值 確保每分每秒都在你的愛寵左右 真是照顧周到呀